我刚刚有听了部长的公开的访问 我们非常感谢部长对于我们13期、14期公开市场标售的关心 那我们这一次的部分标售土地完全避开了社会住宅用地 所以没有部长所说的有社会住宅用地的情势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做说明跟澄清 第二个部分我们在办理公开市场的标售土地 都是依法定的程序 所以我们必须要还本 大家一定知道借钱要还本 因为要符合财政纪律的借权 所以在13期、14期公共设施完郡之后 我们均依全国的法定程序我们办理公开标售 标售之后我们的就是要偿还我们台中市政府 然后我们的公开市场标售 我们的公开市场标售 我们的公开市场标售 第三点部分 如果我们在标售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盈余的话 大家请放心 这是市民的资产 我们一定会易住市库做公共建设 至于某些少数人 他坚持要建卖这样的土地 我们不可能满足少数人的建商利益 我们这些地价都经过地评会 也就是地价评议委员会 跟重划的重划委员会 这些都是地方的公正人士 学者沾专家 估价式的评定 军医法定的程序 所以我们不可能满足少数人的利益 政府一定要坚持市民的权益 以上三点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